金波完全就是赶人见人闲的过街老鼠 当年王宿敏为了钱,把貌美的小敏嫁给了他 可俩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农村腐朽落后的思想更是冤枉刘小敏是一个水性洋化的花蝴蝶 可能金波刚开始也有对刘小敏好的那几年 否则依照刘小敏的刚烈性子是断然不可能生下金家俊的 可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容忍漫天的流言 甚至呢都是在讨论自己是怎么被戴绿帽子的 可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忍受漫天流言 再加上自己家的场子倒闭 训酒抽烟就成了金波堕落的源头 经常是喝得烂醉后回家 对着刘小敏和金家俊就是一对拳打脚踢 这一踢就把刘小敏踢到了北京来 可这不要脸的男人更像个狗皮膏药 恬不知耻地贴上来不说 甚至想让儿子帮自己还债 这样一个扎爹也是前无古人 可不为人知的是 金波和李平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金波虽然人厚脸皮 可还没有到丧失底线的地步 从他和能成教育的保安打架 就能看出他是一个自尊心很重的人 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去找李平帮他找工作 只能说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非同一般 上下判断就知道 纵使王宿敏在李平那里也没有几分面子 可还是帮他办了孙子入学的事情 只能说这个女人实在是八面玲珑 可面对金波的李平仿佛是没了气势 更是不敢答应帮金波任何 这就是李平心虚的表现 之所以抛弃陈卓选择红位 很明显就是想要上流人的生活 这样一个为了上位不惜踩在别人头上的人 在九江时候很可能就和金厂长的儿子金波有一退 否则也不会在刘晓敏出事的时候 就李平脑得最欢科 后来呢眼看着工厂倒闭 金波成了丧家犬 李平瞬间变了态度是逼之不及 现在自己延然已经进入上流社会 怎么能够容忍金波 把俩人以前的丑事爆出 甚至呢就连李平的闺女陈佳佳 究竟是谁的孩子都不能确定 毕竟李平这样的女人心中没有别人 只有自己 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再加上陈卓一直是又面又怂 李平想给他戴绿帽子 那简直是易如反掌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 陈卓知道后 那绝对是气得想跳河 你觉得陈佳佳的生父是谁呢